Hello 大家好 我是张狗老 现在的话已经是三月份了 我们的这个果桑啊 放到大棚里面的 已经开始 这个果子开始挂住了 这个像毛毛宠圆的 这个很小很小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果桑 基本上五一就可以吃得上了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三款果桑的 一个比较优秀的品种 这一款呢 就是我们的五子大石 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一款 这款品种的话 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我们采代园里面 主打的这个果桑品种 用的就是五子大石 不但可以鲜石 还可以用来泡酒啊 或者说直接把它晒干啊 再吃啊 都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价值也是非常高的 然后我们中间这一款呢 挂的果子非常多 而且叶子非常漂亮的话 这一款呢 就是我们的台湾长果桑 台湾长果桑的甜度非常的高 它这个甜度的 比这个要高多了 吃起来的话 非常的这个香甜 有些朋友吃完了之后呢 就感觉非常的好 但是长果桑 它有个缺点 就是它的果子产量 不是特别高 而且更不耐承放 果子相对来讲 因为它是比较长的 所以没有那么大 所以这款果子的一般的话 材料原理很少 家里自己种上的话 才会吃 因为它实在是比较稀少了 那在边上的这一颗呢 最边上这一颗呢 就是我们新的一个品种 叫我们的这个 金果桑长香丝 金果桑长香丝的话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是一款香味很好 甜度也不错的品种 它有奶油香味 这款品种来自于 我们的巴基斯坦 然后呢 甜度的大白糖奶糖的感觉 但是可能比奶糖了 更有那种香甜甜度 你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这个品种 这三款都是非常不错 如果有条件的话 我建议你都可以带上一颗 去感受一下它不同的风味 果桑的话非常容易养 种植起来也是比较简单的 那我们盆再收到之后呢 就是尽量的先不去换盆 因为换盆很容易造成这个落果 等吃完果子再换盆 尤其是已经有地的话 种到地上 基本上两三年就会长成一个比较大的树 然后果实的产量也是非常高的话 你不但可以自己吃 还可以跟其他人分享一下哈